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在一份无比强劲的业绩报告出炉之后,经历业绩日当日暴涨之势后,迅速向下调整,并不罕见。 比如,全球晶片代工巨头台积电1月发出超预期的财报和业绩之眼后,单日在美股市场的股价涨幅接近10%,尽管全球股票投资者们倾向于利用炒作预期来抬高股价,而不是潜在的实质性事实。 然而,在多数华尔街分析师看来,由于生成是人工智慧,在全球各行各业的重要性日益提高,在全球企业纷纷布局生成是AI大趋势刺激下,投资者们对科技行业,尤其是对那些晶片公司抱有极高的期望值,毕竟所有AI技术背后都离不开算力之称。 而算力的背后则完全基于AI晶片这一最底层基础硬体。 在AI晶片火爆需求带动下,台积电2023年第四季度实现总营收与上年同期的历史高位水平基本持平,同时大幅超过市场普遍预期。 有着晶片代工之王称号的台积电股价,可能因为这股愈发猛烈的AI热潮引发的晶片股投资狂潮而继续向前推进。 随着全球科技公司在2024年初的CES大会上各自显露出布局AI技术的决心,愈发猛烈的AI热潮继续助力美股涨势。 AI晶片巨头挥打股价再度创下历史新高,其最大竞争对手AMD近日也创下历史新高,共同推动美股基准股指,标普500指数创下历史新高。 乍一看,经历单日接近10%涨幅之后,抛售市值接近6000亿美元的台积电,借而寻找相对小盘的晶片公司的想法很诱人,这背后并不是基于根深蒂固的基本面担忧情绪。 去年一整年,台积电在美股涨幅超40%,随着台积电股价仅仅在1月已涨超12%,投资者们认为,市值接近6000亿美元的台积电, 台积电短期难以出现大涨之势,进而转向新的晶片股投资机遇,似乎是合适的。 但是,台积电这家晶片代工巨头,本身可能将被证明在AI晶片领域过于重要,进而继续吸引买盘资金。 辉答和,AMD这两大AI晶片领域最强势力均集中采用台积电的4nm和5nm晶片生产工艺,而且预计不久后将陆续推出采用台积电3nm制程工艺的CPU-GPU产品。 因此,凭借着无与伦比的3nm、4nm和5nm制程工艺,台积电对全球AI晶片供应规模的影响可谓巨大。 台积电高管们预计在未来几年内,AI相关晶片的营收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50%,显示出其在AI领域的重要性和营收增长潜力。 台积电当前是辉达旗下需求无比强劲的AI晶片A100H100的唯一晶片代工商,而辉达是全球AI晶片市场的绝对主导者,占有高达80%至90%的市场份额。 华尔街大行花旗预计2024年的AI晶片市场规模将在750亿美元左右,同时预计,AMD最新推出的旗舰款AI晶片MI300X能够占据10%左右的市场份额,而台积电同样为AMD的独家晶片代工商。 这些都显示出台积电在位顶级AI晶片巨头提供代工服务方面无与伦比的重要性。 AI晶片未来市场规模预期方面,在Advancing AI发表会上,汇达最强力竞争对手AMD将截至2027年的全球AI晶片市场规模预期,从此前预期的1500亿美元猛然上修至4000亿美元,而2023年AI市场规模预期仅仅为300亿美元左右。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Gartner最新预测,到2024年,AI晶片市场规模将较上一年增长25.6%,达到671亿美元,预计到2027年,AI晶片市场规模预计将是2023年规模的两倍以上,达到1194亿美元。 据台湾媒体报道,近期业界有传闻称,台积电今年将上修SOIC系统整合单晶片产能规划,今年底月产能将从2023年底的约2000片,跳增至5000至6000片,以满足未来AI、HPC的强劲需求。 台积电SOIC是业界第一个高密度3D小晶片堆叠技术,透过Chip-on-Wafer COW封装技术,可以将不同尺寸、功能、节点的精力进行抑制整合,并与竹南6厂AP6进入量产。 根据业界消息,去年底SOIC月产能约2000片,原先预计今年提升到3000至4000片,目前已经上修至5000至6000片,2025年产能目标将在倍增。 事实上,COW-S已是发展15年的成熟技术,业界估台积电COW-S今年底月产能渴望达到3至3.4万片。 台积电更是压保在技术独霸全球的3D堆叠的SOIC。 业内消息称,首发大客户AMD Mi300采用的就是SOIC搭配COW-S工艺,借此AMD有望在AI伺服器领域获得更好的竞争力,也将成为台积电的SOIC的代表作。 不止如此,台积电最大客户苹果对SOIC的兴趣也相当浓厚,据悉将采取SOIC搭配Hybrid Molding热速碳线板复合成型技术,目前正小量试产,预计2025年至2026年量产,你应用在Mac、iPad等产品,且制造成本比当前方案更具有优势。 至于台积电先进封装另一大客户徽达,虽然目前高阶产品主要采用COW-S封装技术,但业界认为未来也将进一步导入SOIC技术。 在AMD、苹果、徽达三大厂催促下,台积电SOIC扩产刻不容款,并预告了未来高阶晶片制造先进封装订单已绑定在手。 并据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的消息人士透露,台积电COW-S先进封装制造的扩张战略已获得动力,该公司已提高了其产能目标。 徽达,AMD等客户越来越多地要求超级极箭,Super Hot Run。 对于台积电最大的COW-S客户徽达来说,徽达H100晶片交货周期已经缩短。 然而,消息人士指出,交货时间仍然长达10个月,这表明对人工智慧相关晶片的需求仍然相当大。 台积电设定了提高先进封装能力的目标。 此前的报道援引业内消息人士称,到2024年底,台积电COW-S封装的产能将达到每月3.2万片,到2025年底将增加到4.4万片。 总裁魏哲嘉在台积电法说会上谈及先进封装议题时指出,AI晶片先进封装需求持续强劲。 目前情况仍是产能无法应对客户强劲需求,工不应求状况可能延续到2025年。 台积电今年持续扩充先进封装产能,今年先进封装产能规划倍增,仍是工不应求,预估2025年持续扩充产能。 魏哲嘉指出,台积电布局先进封装技术已超过10年,预估包括COW-S、3DIC、SOIC等先进封装。 未来数年年复合增长率至少可超过50%,魏哲嘉表示,台积电持续研发下一代COW-S先进封装技术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感谢。